本想可惜一下,林云鹤修为不够,没想到这些人竟然真的帮着他,虚向尊者没话说了 墨天歌这一动手,仿佛捅了马蜂窝似的,南归田和如意道人互相打了个眼色,齐齐出手 南归田右手一弹,一枚金钱高高飞起,呼得变大,方孔向林云鹤套取 如意道人的身前浮现出五面各似小旗,按照一种奇特的方式分布 他轻轻一挥,五面小旗或快或慢地开始旋转,周围的灵气也开始浮动 撞击声响起,南归田的金钱被锦行指的剑光击中,其他人也都蓄势待放 一名猿后修士,两名猿中修士,说不准其他修士也会趁此机会动手 现在绝不是留守的时候 而墨天哥的目光放在如意道人身上 他深知一个可以临时布阵,影响周围灵气运行的原因正法师有多可怖 当初若没有天之谦,林云飞万万不敢对林云鹤设下杀局 师兄,他坏 秦夕知道他想说什么 三氧针火箭毫不客气往如意道人身上招呼过去 而这时,原音修士已经一窝蜂地涌上来了 每个人都明白,这是他们最好的时候 混水摸鱼,他们有可能成为赢家 他们的实力没有袖手旁观的资格 没动的只有两个人 夜双魔君,觉悟 夜双魔君暴毙靠着石壁,目光淡漠 看着眼前的乱斗,一点也没有参合的意思 他眸光微动,看向觉悟 你不上吗 觉悟迟疑了许久,最后叹着气摇摇头 石伯只是让我过来瞧瞧什么情况 没说要夺宝 宝物既然已认住,还要厮杀 杀星未免太重 对修行有爱 夜双魔君,嘴角一勾 难得露出一个笑容 我还道,你与他们有救 才不愿出手呢 觉悟不好意思地抓着光头 确实有这个原因 那位莫道友曾经给了我一条山路 我不想 夜双魔君叹了口气 若是不想出手,你还是早早回去吧 眼前这乱局不用说了 月影和马老驴不会善罢甘休的 觉悟一愿 前辈,他们不是被打跑了吗 他们只是等着坐收余闻之力 夜双魔君淡淡的 等到两白聚伤,他们自会出现 啊,觉悟一惊又小心地看着夜双魔君 那前辈呢 夜双魔君摇摇头 本君一向不说谎 不敢兴趣,就是不敢兴趣 说着,往石壁上依靠 闭目仰神似的,闭上眼睛不动了 觉悟又犹豫了一话 最终叹了口气 啊,罢了 我还是回去向石薄饼抱抱 说着,拒不离开了 除了觉悟 其他人可没有这样的觉悟 凡是进入寂妙的修饰 一波一波地往这里赶来 前赴后继地投入到了夺宝第一线 可惜,通道太过狭窄 完全不能容纳二十多名原音修士斗法 结果,被墨天歌他们占了地利 受着入口 认识再多的人 能动手的也就两三个 墨天歌一行 人数不多,实力却强 秦熙,锦行齿,杨成姬三人 站在第一线 防线,牢不可破 一开始这些人还满怀热情 随着时间流逝 久攻不下 渐渐起了别的心思 他们共有二十多人 正面敌对的却只有两三人 自己若是冲在前面 岂不是为别人做了假衣裳 若是受了伤 别说抢不过别人 没被人趁机抢夺 就算好的了 这几人实力又强 刚才如意道人就险些被合计面杀 他还是成名多年的终其修士 慢慢地公事缓了下来 任谁都不想做马前卒 便宜了别人 到后来 甚至互相推诿 不再攻击 如意道兄 南归田传英 向如意道人 递过去一个眼色 如意道人会议 远远离了众人 躲到后头去 他刚才被秦夕墨天 跟二人合计受了伤 如今仍能懈怠 他的行为很正常 没人多注意 南兄 这样下去 可不是办法 依你所见 应当如何 南归田 摸摸傅台的肚子 瞥了外头一眼 先前虚向老和尚动手 本想着 我们或许可以趁机捡个便宜 没想到 不过几十年时间 这些小配 实力增长 如此之快 不但没能如愿 还令如意道兄 受了伤 欠意的 向如意道人 拱拱手 如意道人摆手 没我几百年 没我几百年的交情 不再少数 更有虚向尊者 这名后期修士 而墨天歌他们 却只有三名中期 三名初期 外加一只 八戒药兽 一个初期人偶 但是 他们怎么可能 会毫无借底的联手呢 人人都攒着 浑水摸鱼的心思 就谁也不肯拼命 包括他们俩的 也是一样的 依我所见 我们不如暂且退去 南归田忽然说 南兄 如意道人有些惊讶 南归田油光满面的脸上 小眼睛闪着精明的光 他看了看通道尽头 马老驴 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如意道人闻眼一顿 很快点了点头 就挺南兄的 马老驴这个老家伙 可说是原因修饰中 最狡猾的 明明还有希望 他怎么可能真的走呢 与其被他收了余温之力 不如暂时离开 看他搞什么鬼 墨天歌胆胆一摆 坐了下来 入口处 正僵持着 这些人都不纯 刚开始打了一会儿 后来他们实力强大 就不再轻易涉险 他也知道 这只是一时之计 不可能一直这样 一则 脱下去 他们无法脱身 二则 脱久了 万一他们商量个张臣出来 就该动手了 就算没商量出来 若援军到来呢 这里不是天机 援后修饰不但多 还跟他们没关系 灭武商在他身边坐下 你发现没有 有一会儿应该在的人 却没来 墨天歌想了想 你说的是九颜宗的人 嗯 灭武商目光 扫过石道上的原音修饰 林云鹤 自称得到了玄武遗物认主 九颜宗明明也派人来了 怎么不来支援呢 墨天歌也看看这些原音修饰 其中果然没有九颜宗的人 你怎么想 他问 灭武商摇摇头 我想不明白 九颜宗 到底是怎么看林云鹤的 他不是归正道圣 所宜圣无认主之人吗 按理说 应该是青宗们之力 培养的继承人才对 可是 可是 九颜宗 却好像很记得他的样子 墨天歌说 他对比自己 再看九颜宗 对林云鹤的态度 就知道 什么地方不对劲了 从林云鹤 独自一人 寻他持久念乎商开始 他似乎一点 也没有给宗们报备的意思 然后是无忧谷 他见过袁师兄 感叹着 九颜宗 已经不相信他了 而现在 他被困于此 九颜宗 竟然没有来给他解围 灭物商把事情 在心里过一遍 问道 会不会 月影魔君和马老驴 把九颜宗的人 暂时困住了 墨天歌震了一下 点头 倒是有这个可能 他们都知道的事情 其他人 会不知道吗 其他人确实知道 这些原因修饰 现在心里不安着 他们本以为 九颜宗的人 在后面 趁着他们还没到 赶紧抢了再说 可他们在这儿 一号就是一整天 其他人 几乎都到了 九颜宗的人 却没来 这就奇怪了 一边是还没抢到手的宝物 一边是不知何时到来的 九颜宗 除了及早抽身的 南归田和如意道的 不耐烦跑调的 虚项尊者 以及压根儿不想夺宝的 夜双魔君 其他人都提着心 也就越发的 不想上前挨揍 难道 真的要便宜酒严宗 所有人都这么想 十分不甘 却又想不出好办法 韩世之 目光闪动 忽然开口 各位 再这么拖下去 大家不如及早回去的好 他幻音一落 所有人都转过身来看他 韩世之 神情淡淡 九颜宗 离此不远 他说吧 便有人吃笑 你知道 难道我们不知道 韩世之不恼 只是嘴角一勾 露出鸡粉的笑 你们知道又如何 坐在这里干等 他语气中的鸡粉 太明显 而他 也像得罪的人很多 话音一落 就有人冷笑 怎么 韩夫子 你又想算计别人了 韩世之 丝毫不动气 这里人这么多 我的修为 不值一提 局面 也清清楚楚 这样 我都能算计到 只能怪你们太蠢了 他话很难听 顿时许多人 勃然大怒 韩世之 直到没看到 又说 九岩宗会请援兵 你们不会吧 各大宗门抢夺资源 一向如此 他这一说 大部分人收了怒意 若有所思 不错 宗门抢夺宝物 自有不沉稳的规矩 抢到算完 哪怕劫仇 也不会轻易挑起纷争 毕竟 各门各派 都是低阶弟子最多 荡针撕破脸 对方来几个高阶修士 把低阶弟子杀个干净 怎么办 再者 九岩宗 虽然原因人数占优 但其他宗门 原因修士人数 也不少 只是比较倒霉 缘后修为不多而已